你 还说没问题 你都打算住公司了 这在内核中访问网络 及相关信息的程序 能提供TCP和EODP监听 进程内存管理的相关报告 这不只是皮毛了 你想追踪公司者 能追踪到吗 能追踪到吗 我还没说 你还没说 你还没说 不能 只能显示当前连接 对方不攻击就发现不了 那如果建一个日程安排呢 让系统每隔一段时间 就自动发送指令 万一对方碰巧就撞上了 他不是那样的新手 你认识 你也认识 侯宁 我抱紧 别抱紧了 我这儿只有这个 将对一下吧 这侯宁怎么还是这么不老实 那你看我老实吗 我是就事论事 不是影射你 我理解你对他的看法 但你们本来就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就敦过一间劳房 况且他实力很强 比你高得很 那实力强最好了 你把他拉入货吧 你们俩将上董思杨 咱们公司就改一叫 改造这儿了吗 我知道他是你的朋友 但我就是小心眼 我不想承认你们 和那些监狱里的人一样 和那些监狱里的人一样 我一开始学计算机 是被我妈塞过去的 但我真正喜欢上边城 是因为你 我不得不承认 是你让我对边城感兴趣 是你让我坚信 科技可以造福社会 所以我看不起那些 用技术来作恶的人 更看不起那些 精明狗到之后 还洋洋得意的人 ими Jin 想着问待 洪莹进军是有原因的 他性格孤僻 小的时候被欺负得很厉害 后来有人看他 电脑技术不错 主动跟他交朋友 结果人家说什么是什么 把他聘去盗号 他蹲了半年的看守所 结果出来以后 他那朋友又找他 他又信了人家一次 然后又被抓了 这叫技术不错 他一共被抓了两次 第一回是因为他朋友太贪 留下一大堆马脚 第二回是因为他朋友吃两边 让侯宁盗取了公司重要的信息 卖了一大笔钱 后来那家公司老板 悬赏抓黑客 他朋友又出面抓贼 把侯宁给卖了 你不要总是这么为他辩解 他已经进去过一次了 还不知道悔改 他运气不好 这不叫运气不好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说的运气不好 是指他身边 他咱们没有一个 可以拉他一把的人 想把相对ая人 没有一个可以拉她一把的人 movies movies movie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